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特朗普与中国的贸易战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的重新谈判中都是重要人物 这一动向可能会对美国的贸易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尤其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之际 在美国大选之前 莱特·希泽投书《金融时报》解释了 唐纳德·特朗普的贸易救济措施反映了美国的困境 他认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不应该责怪美国 为了解决他们造成的问题而做出的转变 全文内容经过整理也一并放在节目后半部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金融时报》消息称 特朗普要求保护主义者罗伯特·莱特·希泽出任美国贸易代表 莱特·希泽是一位坚定的关税支持者 他被邀请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政府中 再次担任美国贸易代表 这一任命请求出现在特朗普过渡团队的相关讨论中 信息由多位知情人士透露 莱特·希泽在特朗普的首个总统任期内扮演了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与中国的贸易战 以及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方面 他坚定的贸易保护主义立场和对关税的支持 使得他在特朗普政府中成为推动这些重大贸易政策的关键人物 这次任命请求传达了特朗普政府可能继续坚持其贸易保护主义路线的信号 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 国际贸易关系复杂化的背景下 莱特·希泽的回归可能意味着 美国将再次强调对本国经济利益的保护 可能会继续对重要贸易伙伴施加压力以重新谈判贸易条款 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一动向都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莱特·希泽的回归凸显了特朗普政府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持续关注 可能会引发国际市场的担忧 这种政策取向可能会导致与中国及其他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温 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不容小觑 其次考虑到莱特·希泽在特朗普政府中的过往表现 他的再度任命可能预示着美国将在国际贸易谈判中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 这种策略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经济产生短期的保护效应 但长远来看可能会面临国际社会的抵制和经济伙伴关系的潜在恶化 这一任命请求也反映出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性 特朗普及其团队可能认为通过采取强有力的贸易保护措施 可以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经济焦虑的关切 然而这种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汇集美国工人和消费者 还需进一步观察 先来说金融时报的率先爆料 特朗普邀请强硬贸易保护主义者罗伯特·莱特·希泽 再次主导美国贸易政策 曾在特朗普发起对华贸易战期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 罗伯特·莱特·希泽 被邀请再次担任此职务 随着特朗普开始组建其内阁团队 莱特·希泽将负责主导美国的贸易政策 据几位熟悉特朗普过渡团队内部讨论的人士称 尽管莱特·希泽曾表示他更倾向于其他职位 比如商务部长 他还是被邀请重新担任最高贸易职位 莱特·希泽也曾表示有兴趣担任财政部长 但这一职位很可能会提供给一位金融家 候选人包括对冲基金经理 斯科特·贝森特 斯卡特·贝森特和约翰·保尔森 川·泰森 将这一坚定的保护主义者重新任命为关键的贸易职务 可能会让美国的贸易盟友以及中国感到不安 因为莱特·希泽与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高度一致 特朗普誓言要对所有进口商品 尤其是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特朗普曾考虑让莱特·希泽担任商务部长 但熟悉人士讨论的人士称 最有可能获得此职位的是特朗普总统过渡团队的 亿万富翁联合主席琳达 麦克马洪 琳德·麦克曼 美国众议员布伦丹 柏伊尔 布林德·布尔 对这一消息表示欢迎 他是费城选出的众议员 在有影响力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担任民主党高级成员 并是负责监督贸易事务的筹款委员会高级成员 他表示 当莱特·希泽担任美国贸易代表时 我曾与他在美墨加协议 阿森卡上合作 他的双党派处理方式受到了两党的一致尊重 尚不清楚莱特·希泽是否会接受这一职位邀请 莱特·希泽没有回应评论请求 特朗普的发言人也未立即回应 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 曾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担任此职 原本被视为国务卿或再次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有力竞争者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本周他告诉其私人顾问客户 他不会加入新一届政府 莱特·希泽深受特朗普信任 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少数几位没有受到其怒火的高级官员之一 作为特朗普的贸易总监 他见证了全球贸易的动荡时期 当时特朗普政府对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包括盟友 征收了数十亿美元的高额关税 作为前美国钢铁业的律师 他频繁与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发生冲突 称其为一个失败了的系统 并表示美国受到了伤害 这一任命对日本公司新日帖Nippon Steel而言或许也是坏消息 新日帖已提出以150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特朗普已明确表示反对该交易 而莱特·希泽几乎可以肯定会是强烈的反对者 莱特·希泽在华尔街律师事务所Skadon AR Peace 担任律师超过30年 为美国钢铁行业包括美国钢铁公司对抗来自中国的进口 2000年代初 他帮助说服乔治·WTO不识政府对钢铁进口征收关税 以保护美国钢铁业 在他先前担任贸易代表期间 华盛顿不再专注于为商业利益而签订贸易协定 而是转向支持国内制造业和保护美国工人 尽管如此 莱特·希泽还是与中国和日本达成了有限的贸易协议 并更新了美国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协议 就在美国大选前夕 莱特·希泽在金融时报上撰文 指责自由贸易导致了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并称美国的贸易赤字令人震惊 他写道 面对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系统 特朗普决定采取行动 以下是莱特·希泽投书金融时报的全文 批评人士认为 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关税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并损害经济 然而 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提高关税时 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因此对这些批评池怀疑态度是合理的 事实上 这些批评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 那些反对关税的人很少停下来思考 他们过去30年里推广的自由贸易模式对美国和美国工人造成了什么影响 在过去的30年里我们失去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 其中许多是高薪的制造业岗位 除了特朗普执政时期 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中位数工资基本停滞不前 全国各地的社区被摧毁 只有高中文凭的劳动人口的平均寿命比大学毕业生少八年多 与此同时 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不断加剧 出现了美国前所未有的情况 顶端1%的富人现在拥有的财富超过了中间60%人口的财富 过去60年中 1%的家庭的财富 从相当于50%中位数家庭财富的36倍增长到如今的71倍 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 结果同样令人担忧 几十年来 我们每年都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这导致我们的财富被大量转移到海外 换取及时消费 惊人的是 现在外国人拥有的美国资产 比美国人在全球拥有的多出超过22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 我们也在失去制造业带来的未来创新机会 核能 电子 纺织和化工等产业已经基本流失 我可以继续列举下去 创新也在落后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数据显示 美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有57项落后于中国 经济增长也放缓了 在1980年前的20年间 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有14年超过了3% 在1980年到2000年间 增长率也有14年超过3% 而自2000年以来 这样的情况仅发生过三次 其中一次是受新冠疫情反弹的影响 贸易体系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 但它是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因素之一 经济学家的自由贸易建议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他们没有反映现代现实 经典经济学告诉我们 一国出口是为了进口 这是贸易利益的来源 就像亚当斯密所说的 葡萄牙的葡萄酒换取英国的羊毛制品 大卫李家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 即一个国家按照市场的需求生产最擅长的产品 而不是所有产品 然而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国家采取了工业政策 目的是增加出口 而不是提高生活水平 以积累海外资产并在前沿产业中建立优势地位 这些做法不是斯密和李家图所说的市场力量 而是上世纪早期被谴责的以零为贺政策 在全球经济中 那些长期保持大俄顺差的国家 才是真正的保护主义者 而像美国这样长期贸易逆差巨大的国家则是受害者 最终 这些国家不得不以当前消费为代价 交换自己的资产和未来的收益 许多经济学家会说 这一切都是受害者的错 认为美国储蓄率过低 当然 贸易逆差确实等于一国投资和储蓄的差额 但英国关系恰恰相反 外国的工业政策造成了这些逆差 而国内投资需求决定了投资水平 储蓄只能随之减少 问题不在于储蓄率本身 而在于那些掠夺性的工业政策 面对这个严重损害我们国家的体系 特朗普决定采取行动 要实现公平和平衡 并帮助美国企业和工人 基本上有三种方式 首先 美国可以实施进出口配额证书制度 其次 可以对外资征收资本准入费 使得购买我们的资产更加昂贵 最后 美国可以使用关税来抵消那些 掠夺性国家的工业政策带来的不公平 我们从特朗普的第一次执政中知道 最后一种手段有效 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制造业程上升趋势 进口在减少 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我们那些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贸易伙伴 尤其不该指责我们改变政策 我们只是对他们造成的伤害做出合理的回应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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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 我们要深入探讨一起震惊中国的事件 珠海航展前夕发生的越野车冲撞事故 造成35人死亡 43人重伤 成为今年以来最致命的群体伤亡事件 在案发当晚 珠海市警方的通报极其简单 没有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 仅称一辆小汽车撞倒多名行人后逃逸 然而 随着社交媒体上相关视频的流传 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超过24小时后 警方才公布死伤人数 并指出事件源于嫌犯对离婚后财产分配的不满 这起事件不仅引发了对安全的质疑 更在网络上激起了关于为何重大事故的官方通报 几乎总是35人的热烈讨论 从过去的多起事故来看 35这个数字似乎成为了一种怪异的巧合 让人怀疑是否存在某种死亡人数上限的潜规则 网友们对此提出质疑 认为珠海事件的伤亡人数可能遭到了瞒报 然而 随着讨论的深入 这一说法却遭到了反驳 许多人认为这只是网络上的炒作而已 中共官媒曾多次辟谣 强调并不存在36人死亡的上限 并指出特别重大事故的标准是30人以上死亡 我们的节目将继续追踪这一事件的后续发展 以及社会各界对此事的反应和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广东珠海航展开幕前夕 一场出乎意料的悲剧在夜幕中悄然而至 11月11日晚 珠海市体育中心的跑道上 锻炼的市民们没能躲过一场噩梦 一辆越野车突然失控冲向人群 造成35人死亡 43人重伤 成为中国今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群体伤亡事件 根据联合早报的报道 珠海市警方在案发当晚发布的通报中 并未透露具体的伤亡人数 紧笼统地称一辆小汽车在撞倒多名行人后驾车逃逸 然而 这起事件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开来 却瞬间被删除 仿佛试图掩盖这场悲剧的真实画面 直到超过24小时之后 警方才发布第二份通报 公开了令人震惊的数字 35人死 43人受伤 通报中称 肇事者是一名62岁的凡姓司机 他驾驶小型越野车突破闸门 冲入尸体育中心 撞击正在锻炼的人群 在他试图驾车逃跑时 被警方成功拦截 初步调查显示 凡某的动机与离婚后财产分割的不满有关 然而 这起事件并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交通事故 随着这起悲剧被更多人知晓 一张质疑的截图迅速在网上流传开来 上面列举了中国多个重大事故 其中的死亡人数竟然无一例外的都是35人 截图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质疑 有人怀疑珠海事件中的伤亡人数是否被隐瞒或篡改 在这些讨论中 一些事件被重新翻出 如1993年辽宁省大石桥市列车与大客车相撞事故 1995年辽宁省安山商场火灾 以及2001年新离仪卧铺客车坠桥等一系列事件 死亡人数都被标注为35人 与此同时 网络上关于特大事故死亡有上限的传闻 再次引起关注 然而 面对这些质疑和传闻 也有人站出来提出异议 指出每次事故发生后 都会有人借机炒作所谓的35人通报论 事实上 这种说法自10年前就一直在中国网络上流传 而中共官媒则多次辟谣 强调只有死亡30人的特别重大事故标准 并没有所谓的36人死亡上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颁布的第493号令 其第三条明确指出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者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一般分为特别重大事故 即造成30人以上死亡 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和一般事故 网民根据多年来发生的多起重大事故通报 盘点发现其中许多事故的死亡人数确实在36人左右 但也有一些事故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6人 例如 2014年上海外滩踩踏事故的官方通报中 最初的伤亡人数与珠海事件相似 35死43伤 后今更新为36死49伤 这一事实让人们对35人通报论是否只是一种巧合 产生了新的疑问 珠海体育中心的惨剧在中国公众心中投下了一片阴影 而无论是官方通报的准确性 还是事件背后的复杂原因 都在逐渐被社会舆论所追问 对于许多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 这不仅是一场交通意外 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悲剧 关于这份截图里提到的事件 我们也稍微做了点事实核查 1993年4月 辽宁省大石桥市列车与大客车相撞 35人死亡 安全管理网提到 1993年4月30日6002分 044次货物列车行至长大县分水至大石桥间 243千米350米专场无人看守道口处 与通过该道口的一辆大客车相撞 造成35人死亡 7人重伤 29人轻伤的重大路外伤亡事故 1995年3月 辽宁省安山商场火灾 35人死亡 安全管理网提到 1995年3月13日 辽宁省安山繁荣商场发生大火 烧死35人 烧伤18人 经现场勘察 火灾系张伟商场宾馆经理 居室内电暖气按电端和电源线端接触不良 局部过热引燃周围可燃物所致 直接经济损失866万元 1995年11月 山东省40多个县市遭受暴风袭击 35人死亡 中国气象局文章 我国沙尘报的时空分布提到 1995年11月7日 山东40多个县市遭受暴风袭击 35人死亡 121人失踪 320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10亿多元 1996年6月 云南趋近甲酒案 35人死亡 人民网2009年1月的报道提到 1996年6月15日 李荣平 蒋红梅从某化工公司购买甲醇3300公斤 李荣平指使银广财等人对制成散装白酒1万多公斤 由蒋红梅 银广财等人销往本县的大井浙海等乡镇 造成33人饮用后甲醇中毒死亡 100余人致伤 这里死亡人数是33不是35 1997年5月 深圳黄田机场空难 35人死亡 又称58申 镇南航空难或中国南方航空3456号班机空难 1997年5月8日 执行重庆至深圳CC3456航班飞行任务的 中国南方航空有限公司 深圳公司波音737-300行币2925号飞机 在着陆过程中失事 机上旅客65人 死亡33人 包括重庆某报社的一名女记者 空勤组9人 死亡2人 合计死亡人数35人 2001年8月 新疆一卧铺客车在新沙千渠桥坠入渠中 35人死亡 这个没有找到详细的报道 但是在同一年 中新网桂林9月21日消息 今天凌晨4030分 广西桂林龙盛各族自治县境内 发生一起特大交通事故 死亡36人 受伤14人 贵州凯里汽车运输公司 一辆车号为贵H04018 由广东东莞开往贵州凯里的双层卧铺客车 在途经龙盛县城约两公里时掉进乐黄水库中 当地党委和政府 公安交警接到报告后 立即组织抢救 打捞工作 这辆车上共有50名人 除14人获救外 其余36人死亡 2003年7月 河北省新极市烟花厂爆炸 35人死亡 中新网2003年8月2日电 据中央电视台最新消息 河北省新极728烟花爆炸事故死亡人数 已升至32人 7月28日晚 河北新极市郭西烟花厂发生爆炸 据了解 这家烟花爆炸厂是一股分制企业 占地112亩 2000年12月经公安部门批准正式生产 爆炸发生时大约有169名工人在现场工作 2003年7月 山东省枣庄煤矿发生透水 35人死亡 2003年7月26日 2025分 枣庄腾州市牧石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37名矿工被困井下 截至30日凌晨5时已有两人生还 11人死亡 其余被困人员仍在紧急抢救中 事故发生11天后仍然有23人失踪 2003年8月 贵州省三岁县滑坡 35人死亡 2003年5月12日 中新网5月12日店 昨日凌晨 在贵州三岁县台列镇平溪村三岁凯里 高速公路翼工地附近的山脚下 突然发生山体滑坡 两栋公棚的35名工人在睡梦中全部被埋 贵州都市报记者今天的报道称 目前已经有29人在这次事故中遇难 事发后 数十名工友及闻讯赶来的当地有关部门的救援人员 立即展开紧急抢救 到当晚6点10分 已寻找到死者尸体29具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时 其余6人还没有找到 2003年2月 贵州六盘水瓦斯爆炸 35人死亡 2月24日14时55分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矿业集团公司 木冲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当班警下有353人作业 其中296人安全升警 18人受伤 4人重伤 39人死亡 最开始的报道显示 2003年2月24日下午 14时55分 贵州省水城矿业公司 木冲沟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 35人死亡 4人失踪 18人受伤 2003年12月 辽宁铁岭烟花厂爆炸 35人死亡 截止到2003年12月30日下午4点30分 辽宁省昌图县双庙子镇昌图安全环保采光声响责任 有限公司爆炸事故已造成35人死亡 45人受伤 伤势较重的19人已分别被送到附近的吉林省四平市 昌图县和当地乡医院进行抢救 2004年8月 山西林坟矿难 35人死亡 这个没有找到 但是 来自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消息称 2004年1月至11月份 山西各类煤矿发生死亡事故172起 死亡424人 发生一次死亡3至9人事故21起 死亡94人 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事故7起 死亡158人 其中死亡10至29人事故5起 死亡89人 一次死亡30人以上事故2起 死亡69人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有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itar温论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MPTY SMILES, THEIR WORDS MISLEADED HOWER GAINS IN TALKING ROOMS SPIN THEIR LIES TO SEAL OUR DOOM THEY TALK ABOUT FREEDOM JUST AS FAKE BEHIND THEIR WALLS SHADOWS TAKE POP THE TEARS WITH STRINGS OF STEAL PROMISES BROCKING TEARS TO CONCEAL WITHERS NUMBERS IN THEIR COLD HANDS FIGHT THE CASTLE FEELS ON SAND PLY SON WERENOW, WE CLAIN THE NIGHT OVER TRUTH IN BLINDING LIGHT OH! eLECT century deals in the dark Voice is lost in power's arc LEADERS LAUGH WHILE WE CRY CHANGE THE RULES make us comply PROPADA ANOI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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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故事 这是一场政治上的重剧 特朗普和拜登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面 这是特朗普在2020年选举后所跳过的传统仪式 这次会议不仅是两位总统的握手与祝贺 更是象征着全力平稳转移的期望 在简短的照片机会中 拜登向特朗普表示祝贺 并期待着顺利的过渡 而特朗普则回应会尽量保持平稳 非常感谢你 乔 这段会议的背景充满了张力 因为两人之间的关系源 比特朗普与前总统奥巴马的关系更加紧张 在2020年 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选择不邀请拜登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值得注意的是 这次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形势 而是展现了对于民主程序的尊重 拜登曾在选举中指责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威胁 但在选举结束后 他主动打电话祝贺特朗普 并承诺将协助平稳过渡 现在 这场会议是否能为两位前任和现任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带来转机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索的问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特别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聚焦一个历史性时刻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现任总统乔拜登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了会面 这次会晤不仅是美国政治传统的延续 更是在当前政治背景下 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一消息来源于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的报道 我们将详细分析这次会晤的细节背景 以及其可能对美国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 今天 特朗普从访了他曾经执掌的椭圆形办公室 拜登总统邀请他来参加这一项争和平与顺畅权力交接的仪式性传统 尽管这次见面已简短的拍照机会开始 但已足以传达出和平过渡的意图 两位领导人握手 拜登祝贺特朗普 同时表达了对平稳过渡的期待 特朗普则回应称 这将是尽可能顺利的 我对此非常感激 特朗普进一步指出 政治是艰难的 也常常并不友好 但今天却是个例外 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在特朗普到达时迎接了他 并为梅拉尼亚特朗普准备了一封亲笔信 然而梅拉尼亚并未出席这次会晤 回溯到2016年 特朗普在当选后曾参与过这一传统 与时任总统奥巴马进行了类似的会面 但在2020年特朗普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也为邀请拜登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2016年当特朗普赢得大选后的两天 时任总统奥巴马与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并肩而坐 特朗普称奥巴马是非常好的人 并表示与他见面是种荣幸 令人惊讶的是 他们的谈话持续了超过一小时 在记者在场时 奥巴马给特朗普的唯一建议是 当他们开始大喊问题时 不要回答 这一点在特朗普任期内被他忽略 他经常在记者的提问声中选择性回答 甚至有时与记者争论 然而在今天 两位领导人都没有理会记者的提问 这种会面是权力交接的一部分 尽管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关系曾经紧张 但拜登与特朗普的关系可能更加糟糕 拜登曾两次在竞选中对抗特朗普 并在2020年以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生存威胁的论点获胜 在2024年的竞选中 他们仅在6月底的一次辩论中相遇 这场辩论几乎结束了拜登连任的希望 在接下来的竞选月中 特朗普时常炫耀他在辩论中的胜利 并对迫使拜登退出竞选的政变表示遗憾 选举后的第二天 拜登致电特朗普以示祝贺 并邀请他到白宫会面 拜登在上周的玫瑰园向工作人员和内阁成员表示 他将只是整个政府与特朗普团队合作 以确保和平有序的过渡 他补充说 这就是美国人民应得的 在分析这一事件时 我们必须考虑到美国政治文化的演变 及当前的政治气候 权力的和平过渡 一直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这项传统可能面临挑战 2020年的大选后 特朗普拒绝承认结果 导致了历史上少见的政治紧张局势 这次会晤无疑具有修复和示范的意义 从政治战略的角度来看 拜登邀请特朗普进入椭圆形办公室 也是一种降低政治对立的姿态 通过公开和惩治的交接仪式 他试图传达一个信息 即尽管在政治立场上存在巨大分歧 民主制度的基础 仍需得到尊重和维护 这次会晤不仅是对美国政治传统的重申 也是在全球政治动荡时期 对国际社会的信号 即美国仍有能力进行有序的权力交接 对于特朗普而言 这次会面提供了一个平台 让他展示在接受权力交接方面的意愿 这与他此前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 面对2024年政治舞台的重返 这次会晤可能帮助他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形象 虽然他在过去数年中采取了许多非传统的政治举措 但此时的低调和合作态度或许会赢得部分选民的青睐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反映了美国总统过渡过程中反复出现的紧张与和解之间的循环 历届总统的交接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政治摩擦 但最终的和平过渡常常被视作美国民主坚韧性的证明 在未来这次会晤可能会被视为一个转折点 标志着美国政治两极化的缓解或者是对更深层次问题的掩饰 这也取决于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内 美国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如何上演他们的角色 无论如何 这次特朗普与拜登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会面 将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上的重要章节 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和深入解读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突发事件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带来更多深刻的新闻解析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都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翻译 alongside李宗盐 这些内容是灵制的对筑牙 看完美观多份期待 可以参与这些东西 看完美观多份爱的 中国在内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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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